好 謝謝 對於剛剛 其實我不相信跟你們提到 講一下我當時很多是你身上的事情 然後還有 只會再一個體驗 那我想要呼籲一下剛剛那位朋友 就是你提到說 對於教 然後 對於學習你要怎麼讓他們 找到自己的朋友去 對 你剛剛知道嗎 就是知道 那好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經驗 就是我在提之外的學校 就是學院教育的學校裡面 其實跟剛剛 校長所說的 我們是可以自己申請課程 我們是四個 我們沒有輸到六個 就是三個四個就可以了 那 那至於什麼 內容過程都不追溯了 像我們有 通任課有通過 然後 產道化這些課有通過 然後又蠻酷的就是 無書課 那 這些例子裡面 讓我知道說 當你要知道學習 有更多的可能的時候 的前提 可能是 你要知道 你有可能的管道 還有方法 就是所謂 大人會協助你 我覺得自信很重要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 你知道你自己為什麼要堂課 以及為他負責 例如 我開一堂課失敗了 我覺得生氣堂課失敗是 關於日記跟手掌 我個人喜歡解日記 但是 就是 沒有相應的失職 那怎麼辦 怎麼負責 我就自己開一堂課 所以沒辦法維持那個休息 但是 最後是 以一個月一次的方式 然後 滿山的走下去 那是一個例子 那另外一個例子是 怎麼知道自己的更多選擇 也是 我覺得 必須向自己負責的 就是我在 有一次是跟 在學校裡面 我就跟 校長說 我覺得 我在學校裡面 學不到我想要學的關係 為什麼 因為我想要認識我自己 因為我發現沒辦法 有些課是要更近的話 才會幸福的 所以呢 我就說 我可不可以移開學校 一個禮拜 各個禮拜的時間 那 校長就說 可以啊 但是你要跟我講位置 那我就說 我想認識你 那 後來校長覺得 他想 就是信任我 而且他希望給孩子 有福體性 那我就去了 南澳的自然田 做打工換術 打工換術 然後 我覺得 在那邊的體驗夠了 我想要去更 就是更 就是 離我自己更深層的地方 所以我就學了一個 泰雅族的部落 兩天 也就是一個人去 那也是 任何人都不認識 但是在那個過程裡面 那個過程裡面 我知道 我是誰 以及 以及怎麼接受自己 失敗的樣子 因為 很多過程裡面 是你沒有自然 然後沒有 沒有方式 你只能 自己解決 然後你怎麼去承擔這個空白 怎麼去承擔這個失敗 那我覺得 就是 通往你知道 有自己有選擇的道路 因為 你必須去接受你自己 失敗這件事情 然後以及 你可能當下覺得失敗 但是到未來是足夠的 像賈國斯 如果沒有被提出評估的話 他沒辦法 發明之後 還是要接受 那 我想要問的問題是 就是 對於家長 或者是老師 這些 在 對於孩子 是照顧的角色來說 他們怎麼去能夠 包容 以及有那個空間 讓等待孩子 摔倒 然後再爬起來 或者是他的空白 例如他可能去 剛說有喝酒啊 這些自我認同混淆的時候 他怎麼去等待他 對 謝謝 謝謝 那 我 嗯 我自己是 一直都是傳統的 正規教育 體制類教育上 上來 然後我想 問一個比較 可能比較深意的問題 就是 在制度面上 因為像我們這些 呃 體制內的學校就是 每次就被課綱限制住 每次就被遇上限制住 每次就被上面的碟色限制住 然後每次就被消負品限制住 每次就被進度限制住 那 那我 我在 我剛剛聽了很多 呃就是 這些 所謂體制外教育 的方式 但是 就像剛剛校長講的 欸 可能 也不小心請 開了太多課 其他有老師 那遇上就 就突然 爆出 幾十萬 那 這些問題要怎麼解決 然後 如果在 別的方面 例如說 因為我自己 不知道是 這些 這些 所謂生理小學 或者是 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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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 他有沒有被 呃 一些 法令 或者是 或者是 主管機關 太 太 強力的去限制住 那 如果 當你們 遇到這些 呃 例如說 預算上的問題 或者是 呃 我好像刚才 我们让小孩意识到 这次大概也不过什么 我觉得这问题很有趣 我们再稍微补充一下 为了一个高三个学生 我是毕业的时候 让我们在聊天 他手的手的手的手 他手的手 他手上有没有 然后就没看到我有很想要教育的东西 然后我那么一下我就跟他讲说 你没有要教什么东西啊 我倒是看到你身上保存的一些非常好的东西 一种非常单纯 然后对自己很真实的那种态度 我一直觉得这样的教育大家会不解 我再把观念名称一下 每个孩子都是一个奥利 你没有保存的东西 原本你想要冠进去的东西重要 我想这个东西是一直我相信的 好 重要的是什么 好奇心跟一种探索的勇气 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 而且这是因为碰到深层结构 所以大家有时候没有意识到 有一次有一个小孩他想要骑脚踏车返岛 然后我跟他妈妈讲到 就是去台北开会 跟他妈妈讲到两个小时 但是他妈妈现在讲了很多次 他就是很担心 然后但是到最后那个担心 其实是没有到我 我跟他说你到底担心 我担心到最后 我说小孩自己会担心 你看他自己要担心 所以他自己很慌的 小孩可能是睡的 我跟他说其实 那个时候是怎么样 就是其实没有那种危险 就是说你骑小孩车的时候 小心一点 然后 其实比你在台北 或台中过马路的时候 被那个场合 抓到的机率差不多 所以从小小孩子的好奇心 跟盼水的元气 你怎么保存一下 然后这个保存一直发展 发展到最后会变成什么 小孩真的知道自己要什么 而且相信自己做得到 我们过去 小周是其中我最担心的 两个学生经历 就是他们在这边待了八年 几乎都没有进过课堂 然后另外一位是番茄 他同学 就从生小读到全人 几乎十一年没有进过课堂 那个家伙也有个梦想 他想要去法国读法国文学 他到高三的时候 才突然觉得 我很快去法国应该读点英文 因为刚开始读你的学校 要有一些英文基础 高三才开始 机会是从英文开始读英文 但是因为他 动机很强 而且普遍有这种特质 像有一个妈妈跟我讲说 我小孩没有看到他做什么 但是就是有一种 有一种自信 觉得他想要做什么 都可以做得上的那种自信 刚好跟我们体制培养出来 孩子刚好相反 其实已经会很多东西 但是一直很没有自信 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 有那种气质刚好相反 他就是相信自己做得到 然后我是没有这种经验 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做到 我都很委婉的跟他讲说 你读法国文学 法文 你其他的可能研能力不要那么高 但是他读法国文学 你的能力可能要比较高 但是他就有一个梦想 就真的跑到法国 有四万四度 然后他每天真的读十个小时的法文 然后一年从A1跑过 A2跑过 B1跑过 或B2跑过 要先前进法文的大学要B2 要读 法文学是应该要到C1 然后C2就是你可以当法文老师 在非法文国家可以当 所以他一年居然真的读到C2那种籍 那时候他只有剩下六个同学 有从挪威来的老教授 有淡大法文系的老教授 再回去进修了 一年的时间 然后一年的时间 那就申请法国文学系 那时候是理容大学法国文学系 有结果人家不接受他 因为他们法国规定说 你必须有你本国的入学系可能 你才接受 就在你本国跑上大学 然后就是我们升级了 然后后来他就写了一封信 给他们负责招生周业的 那生命教授 写一封很长的信 告诉他说 我是谁 我为什么要让你们报佛 去报佛同学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狗 真的开特例 那生命教授 就是破语权 他真的进去 然后进去以后 他歌音也歌得不错 然后转到首帮大学 然后就毕业了 他们进去的时候 那个法国文学系教授 跟他讲说 我们这边大概只有五成的人 可以顺利毕业 基本他会当一成的人 而且他还是熬的 就盘独过去 那你一定听这个例子 你会觉得 觉得好像是一个特例 但是我看到很多例子都不是特例 他可能从零到一 但是相同关键的特质就是 他知道自己要什么 而且相信自己做不到这件事情 那这件事情 是从很多小事情累积起来的 刚刚他学音乐做了一个选择 然后他为了要寻慕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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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都在练 从很小的探索 很小的成功经验开始累积起来 所以从小 小孩的自发性跟好奇心 那是天生的 不是你要浇上去的 而是你怎么保存这个东西 让他一开始是牙 然后慢慢茁壮慢慢长出来 让他意识到自己有很多选择 必须是从小 当他演化出来的时候 好奇心是天生的 但现在你怎么受到一个环境 让他可以长很大 这个是关键 那刚才因为 大家一直谈到家庭的角色 这个也是一直我们最痛苦 因为我觉得碰到身体结构的问题 像刚才我说的 可能他妈妈很放心 但他爸爸老了 大概竟然有色不太好 然后我刚才说去读法国文学 这位同学的事 他爸爸来 后来去福平安 他妈妈很高兴 然后有一次就很高兴 在那边讲说 然后他妈妈说 哦 他在那边读七年 有一次要去款亲会 然后我从新竹开车去 被你一路骂到 那别人就在骂七年了 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必须 不断的面对 就是主流价值 对小孩子的想象 其实小孩子要怎么样 那这个东西 他没有捷径 他没有 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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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任何 任何 任何 show card 就比较容易的方式 他就是不断的耐心 不断的沟通 不断的对话 不断的对话 这一点 就是一种 无限的沟通的意愿 我觉得这也是民主很重要的东西 我们在民主里面 常常很容易到最后 就开始互相指责 互相抱怨 然后那个耐心就失去了 我觉得那种 无限沟通的意愿 我刚才说 傾听的这种能力 是民主真正最核心的 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 即使像美国 还是会陷入到我们的一个游戏 但是我觉得民主真的要问 那种无限沟通的意愿很重要 所以我这个面对家庭 就是 就像小鱼讲的 前辈前辈在前辈 跟说沟通 沟通再沟通 只有这个样子 预算上跟法律上的限制 就是 法律上碰到问题 常常碰到 因为法律上有问题 然后 也是一样 沟通再沟通 但是 我这个有用 我20年前跟教育部打交道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在教育部是紧逼啊 然后我那个印象很深刻的那样 那个次长 把相关的宗教师 佛教师啊 佛教师带来 然后 翘着脚 然后非常傲慢 彼此看了天巴板 然后翘着二郎嘴 说 那个司长跟他讲一下 我们这个没有法令可依 因为没办法 就是 那是20年前 但是 到去年实验三法通过 从20年来跟教育部在沟通 沟通话节 他们其实也在进步 他们也不断的去回应这个社会的变化 所以现在 其实讲到里面喔 不管内在有没有改变 讲到里面 他其实都被坑了 但是对于很多真的很认真实在的公路 我们要给他们肯定 就是说 其实他是不知道 因为他有法规限制 那时候我们其实变成 把他拉来当朋友 我们一起想办法 来怎么解释这个法规 就是你要想办 帮他想办法 让他怎么做 这样子 他不用负法律责任 现在已经进步到这样 那预算就是钱的问题 我们就尽量想办法去抽钱 哪都不是这种问题 我想要 因为头尾的问题 我想回忆的是家庭 就是 现在刚刚有一个就是 我们的小姐有把那个 就是 我忘记你的名字 小麦 小麦 小麦也帮我发我们的那个 APGAC的传单 如果你看到封面那一页 你会看到我们的图 主要的logo 是一个小朋友的头 然后他的头 好像被一个东西贯穿 可是不是贯穿 其实那是一个大神功 那 我觉得 对于跟家庭 像大神刚刚讲的沟通 这个道路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因为其实像全然跟森林小学 他们的 比较特殊的地方 他们都是住校 那所以其实孩子 就是学生在学校的时间相当长 但是我们还是会回家 那所以 其实如果家庭的教育 那边家庭没有做一些改变的话 只依赖 只希望有学校来做改变 那是不会 不会成功的 那我们为什么用这个大神功 就是我们希望 我们觉得在 就是我们想 讲到说 以学生作为主体 那每一个主体 我们觉得 什么东西呢 最能代表一个主体 就是他的生命 如果我们在学校的脉络里面来讲的话 就是 学校或者是老师 听听到学生的生命 家庭的话 是父母亲恩本天大 还是生命 那如果我们是在社会的层次上的话 还是政府 那些power that be 他们听不听得到 人民的声音 那 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因为其实 呃 我会发现其实 最困难的 即使是我后来回去当老师的时候 这个东西对我来说 也是需要练习 就是我要怎么去听懂 学生在讲什么东西 而且当他们其实还是 如果用我这样说小孩子 他们可能还不是那么会表达 你可以看到现在我这样 我还是没有会表达 但是 我们在听这些人讲东西 像小朋友们在讲东西的时候 他们到底想要讲的东西是什么 当他们可能没有办法 他们的文学造语上 他们没有办法讲得那么精确的时候 你们要怎么听得到他在说什么东西 这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那 呃 我会 我另外关于这个家庭的东西 我也会建议大家去 呃 之前前阵子吧 大概 上个月底的时候 唐凤 一位 呃 我从小就是自学很大 对 他其实跟我大概比我大一点 他 就因为他是一个 他的 他这个环境很特殊 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很特殊的人 那 他被 他在清理天下的访问上 被问到说 他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家长 就是当家里有一个独特特殊的孩子的时候 家长可以怎么做 那我觉得他的回答没有 我觉得这讲的太好了 他首先 先去想到说 其实每一个人都是特殊的 包括做父母的自己也是特殊的 那当你能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 你再去开始去看你的小孩 把他当成一个特殊的人 重新去练习去认识他 而不是说 你好像很 理所当然 因为他是你的小孩 所以你就要懂他 其实不是这个样 那有点像在学 我们学一个新的语言 你学到一些耐性 他本来就不会是一步登天 那过程 过程中我觉得 会很像说 因为我小时候 念学人的时候住校 男生女生 然后青少年那个时期 所以我对感情啊 人际关系 常常遇到问题 常常发生很多事 那我小时候常常跟大重点 关于人际关系 不管是家庭 不管是去 去教 去追女生 什么是爱 那我们讨论到最后 有一个共识就是说 我们认为 最 等级最高的人 人跟人的关系是朋友 因为 你没有任何的预生的例子 所以 那我之前忘了是在哪里 也听过一句话说 她说 她说 有 她是一个人在看 有一个夫妻离婚 然后她跟 她在跟那个 离婚的 那位太太讲说 就是 只是 这个东西 没有办法 的原因是因为 你们 交不了 你们做不了朋友 那我觉得 其实在对小孩也是一样 对你的孩子 你就把它 我觉得那就是一个交朋友的过程 那你交朋友 你不会是用利诱的 不会是用去威胁的 因为 朋友就是 朋友的意思是说 我们基本上是平等 那我们从这样子开始认识 我觉得 要 要想辦法能达到这一点 不管是在家庭里面 在学校里面 还是在我们政府里面 在社会上 那 这个地方还是慢慢 慢慢越来越好 所以 要回去 她刚才讲 沟通 再沟通 这个是双向 没有讲到的 点 还有一个 我讲的 就是说 因为我们大人 是掌握权力的人 所以要多一个 就是多一个 要反思 我讲 很没看办法的意思 因为 我 我住个朋友 然后跟我一直 去旅球馆 打舞球 我们都打双架 他也是打 打得很不顺利的学 然后 我一直在那边 甩 那个球拍 然后一直生气 然后在旁边讲说 我就要大将之风 跟着大将要拜我的 他就更生气 说你少跟我放屁 放屁 然后我们两个就吵起来 在球场 然后就一直吵 吵到球 我们就不打了 吵到旁边再继续吵 然后我要耐心 跟他讲说 这个分析师 办的事要怎么样 他说你跟我放屁 少放屁 然后我说 不要跟你吵 我要出去散步 我去散步 他就跟在我后面 就跟他讲说 你少来跟我这一套 少来这一套 他说 机车钥匙在你那边 然后提款卡在你那边 然后你去散步 我就被罚站在那边等你 然后我那时候还散步 然后我就想说 一旦想不到你 所以我就把那个提款卡在 机车钥匙 就给他 然后他又亲戚 他那时候活了 然后OK 骑机车另外一地址 我从小就常常叫他 叫他起来 就是很长的一段时间 就是很长 在两年我就坐大会 就叫他扶起来 然后 后来他就去散步 然后吃一吃 然后骑机车就去了 结果我没有这样发觉 因为在生气 没有想清楚 所以我发觉我身上 什么东西都没有 要走七公里回家了 然后他也要好七公里的时间 慢慢反思这个事情 所以说 这个沟通公共在沟通 其实大家一定要意识到 说你是掌握权力的人 所以你要付更多的责任 你要更多的反思 而且当你有这个素养的时候 你要知道对你的小孩 或有生产的影响 我相信我的儿子 他不会害怕 就不会成为 你是总统也好 欸你是总统 欸做真的好不好玩 你做的好不好 就这样很自然的 跟融融融的方式 他在学校上课有事 所以他老师跟同学 就全靠起问他 你什么学校批业 当然很多学生都常常被家被问 是不是学校批业了 像我刚才那个 去法国读书的学生 跟一个去法国读书的女生 那也是另外一个故事 然后那个女生的男朋友 是一个义大利人 你知道 互联合大学读博士 然后他们都常常一起聊天 然后那个有一天 他那个男朋友就问他们两个说 你们谈谈 你们都像你们这么厉害吗 就 就 我说 因为谈你跟前面毕业的学生 那种 这样自由教育长大 我说每一个人都有那种 某种符特性 我这个不只不是特殊 我说每一个人身上 只有这个钱 你只要等他那样的 自由的空间 这不是 这不是 某一个人的那个功劳或什么 所以我讲到这里 我讲 常常你用手诗 我去很多教育学生 去抬大青大小 我就会用手诗 因为有时候 我们听不懂 这样子 只要有一人听不懂 我们就会讲 那里有课 就是二十四季代合同 就有大概三个诗文字 你就够做完了 他说 那他就这样 如果 你只是接住自己 往上抛的球 那为什么也不行 只有当你一把 抓住永恒之神 以拱桥琴的符线 熬你射来的永恒之箭 那才算搞得起 但是 那不是你的功劳 那是某种世界背后的力量 所以这首诗 我意思是说 对我来说 有一个孩子 都是一般人 你只要保存 有一个坑间 让他长出他自己的亮点 然后你会有一种畸形 就是你内容的特性 这是我觉得很激动的意义 这是我觉得很激动的意义 人家这个社会看到 那么这样的教育体制 制造太多的频道 你大部分 就讲话给你讲 三十分钟 十分钟就知道 你最后来讲 你没怕成长难道 但是 其实每一个孩子 都有这种欠 我们怎么做到这样的空间 让你感觉 自己独立的 那样子 独立的原本 我其实也会想到说 你就是婚刚刚讲的 就是你的孩子 其实不是你的孩子 刚好也是 胡小卫有什么 那在那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 如果我自己作为家长 我的反思 会是 我可能要 我可能要放弃 那个 你觉得你是家长的那种 擁有权力的傲慢 好就是 你是我的孩子 所以我可以对你怎么样 可是通常 如果是你们马上 应该都有一个神恢复 就是我叫你把我生下来 然后就说 通常都会争扎 通常都会争扎 所以我们把孩子生下来 就像 因为明天是 后天是母亲节 然后呢 就是你知道 就是 我现在因为我不喜欢母亲节 所以呢 我的小孩 曾经就去年 他就说 就是要做那个 要带胶水跟剪刀 说 我说干嘛 不会是母亲节吧 他说对啊 是做康乃兴呢 我就说 他就说 他说要感谢那个妈妈很辛苦 这样 我就跟他说 我谢谢你的感谢啊 但是好 我不喜欢母亲节 然后他会问我说 为什么 我说 因为母亲 因为是我欢喜把你生下来的 所以是我愿意做这件事情 那 所以你如果说母亲节是 母亲节某种程度上 你们小学的时候 还会 还会鼓励小朋友做一些什么 按摩券是不是 或洗碗券 拖地券 你说来我帮你做这些 那你不就是某种程度上是说 这本来都是妈妈要做的 但是我看你这一年 好像好 做你做 来 有几次我替你做你的工作 我说我不喜欢这样啊 我说我们是一家人 所以我想要 这些家事就是我们一起做 所以我就会跟他说 不要同学 那他就说 那你希望我怎么样 我就说 我希望你可以 做好你自己 就好了 那那个做好你自己 可能就包含说 有很多 就刚刚选择的部分是 刚刚其实前面也有朋友问到说 到底家长可以 要等小孩多久 我觉得那个就是 家长要不断问自己 你对小孩的那些担心 是真的对小孩本身造成困扰吗 还是我们自己对于 我们做家长的角色 所投射的一种 我必须要让我的孩子走向 某一种所谓的成功 我觉得那个是两个问题 一个是孩子的想要 然后一个是家长的想要 我能不能在孩子 还没有找到他自己之前 或者是他在找学 他自己过程之中 不断的放下我自己的担心 因为有时候是 我为你好啊 但是那个我为你好 到底是我想要成就我自己 还是我真的想要成就我的孩子呢 不管 不管未来大家是不是 有要当家长 或可能会跟其他人的接触 那都是大家可以去想的 然后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开放最后一人题目 这样先给没有提问过的人 这个一个 然后两位 还有吗 如果没有要提问的话 那这边就比三个这样子 我想要请教一下 就是刚刚其实提到很多 就是让孩子去开发他自己的潜能 自我发展这个部分 那我疑问就是说 要怎么样去平衡自我发展 跟社会规范这件事情 因为我就是我们自己念社工的 其实都知道孩子 就每个人的发展 都是有一个历程性 那就是小朋友跟青少年 他其实就是有那种 还没有办法有那么 逻辑性的思考 或者是像成人的那种反思能力 他可能还是 很多时候是一冲动行为 然后很多时候是需要 有一些规范去约束他的行为 然后告诉他 什么样才是正确的社会的规范 那就是要怎么样去平衡 你们说的发展自我啊 然后尊重他的一个个体性啊 跟呃在群体生活这件事情 要怎么样去平衡 谢谢 嗯 我想请教想问就是 我是在算是季修吧 因为我这一年之间被指数爆炸 然后看到很多很多 我不知道很极致麻烦的东西 就是你在接触 比方说家长在接触爱理教育的时候 然后他们说不可以拿钱 然后回去之后你 我妈自己是这样说 然后说可是他受不了啊 所以我还是毕竟被打 然后 我想说的是就是 当我在接触到 比方种族骑士 然后 我发现我还是会对隔壁 比方一广 一广那些外来 我还是会有种 就是 就是 我都要毕竟 毕竟的观念 深植在我的心 我不懂为什么 不要跟你小 然后不懂 然后等你大了 学习这些 可是 学了之后 你还是对他们有一种排斥 我现在要问的问题就是 你们怎么去 比方说 你们的教育环境里面 有没有发展这个问题 如果小时候 就是和团体不一样的 能去来 发展出异己感 他们就一定会排行 那 学校里的学生 每个都这么特别 有没有 你这样的问题 或者是你怎么解决 然后 叶文想问的问题是 在预算不上限的 也不是五上限啦 在这种状况下 你们怎么对 我想先 先请 直接回来一个 其实你们的预算 是从 教育部 国家播的 还是从学生身上 有的 学配的 好 OK 那 再做完 冰的问题 好 那个我想 还是要解决教肠 竟然一直谈到这个文化 你的词汇是文化 深层文化 那 如果我们换一个 换一个 换一个词汇叫文化结构 那 我们一直听到 刚刚一直听到威权威权 好 威权应该是一个政治上的 或是文化上的 那 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 就是说 其实我们的 我们所谓的文化结构 是我们整个人 或是我们整个群体 是进行在里面的 比如说 我们的 法民兼宗教 他是一个阶级性格 或是说 我们在 派人开墾的过程中 其实我们是强调效率的 那 在这一组问题 跟我们去思考这样的脉络之后 我想请问一下 一开始我想问的就是 那对教组还说 你在全人教育 这个 这样生根的过程中 你怎么去思考 所谓 台湾的文化结构 而不是 而不是陷于 比如说 东方主义 我们一直要 我们被西方东方化 那所以我们在 殖民的过程中 一直追求西方 好像又不是 那虽然 全人教育 在以民主为诉求 但那种民主 是完全西方化的民主 还是 校长 你在过程中 有感受到 或是你可能已经孕育出 一种叫做 台湾的文化结构 这也等于是我要问的是 那校长对于台湾的想像 或台湾教育的想像 应该是什么模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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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给妳讲第二个问题 就是那个意纸的问题 我就是這個文化文化回答 我聽聽文藝校友跟我講一個故事 不是他本來就是另外一個校友 他們在聊一句話說 他原則碰到一個印尼人 然後跟他聊得很高興 聊得很久 然後那印尼人跟他說 你是我來台灣五年 第二個跟我主動跟我講話的人 那我對於學生學生的特徵 就是對人非常的平等 不管他是什麼樣的人 或者是異己 然後對人的那種好奇心跟平等 就是不管他是葉平的人 他是背中的 他就是人的這個概念 其實在這邊待夜酒 因為有這種宿言 也不會說從歐洲來的就比較高尚 就是人的這個概念 我對這個是有信心的 因為你從小在一個被尊重 跟信任的環境 即使你要去尊重別人 很重要你要先被尊重 你要先被信任 這很自然 你被當作一個人這樣子的尊重 長大的 你看這很會尊重別人身上的人性 這樣 這是很自然的 對我來說沒有問題 那如果平衡那個社會規範跟自我發展 其實我要這麼規範更理想 一個小孩如果從小被愛被接納 你覺得他會很自然 譬如說用暴力的方式去侵犯別人 基本上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當那個衝突發生的時候 假設你對雙方都是公平的 我覺得如果老師 或者父母當重開者 就會造成的那種傷害會很大 失業會很大 我覺得如果 如果可以讓他們真的有機會 假設你那個氛圍是 你對那個孩子是堅肯的尊重 而沒有那種事實比太高的問題 然後一直要管理秩序 那如果一直要管理秩序 那又是另外一個狀況 但是如果你真的把每一個孩子 都當作鼓勵的個體 然後那種尊重跟適應的方式 正義起來 還是要跟一個重途的分散 但是我覺得這問題的關鍵在 你必須要治療又叫 其實你的師生股是非常高的 所以你必須立即有效益的管理秩序 所以這會不會出在這裡 但是我相信 不愛人因為從小開始被信仰跟被愛人 其實那些都不是問題 他會很自然的講義 而且他很自然那是人性 你看到別人在哭被侵犯的小孩自己 會覺得就是這種鏡像系統 就是原本演化的很自然的感性性 你會想要去 如果一個小孩想要去 一直侵犯別人 他背後一定要有更深的結構 然後翻過來自己家庭的模仿 或者是壓抑的一種吃飯 然後我想我們應該做的是去 去解決更深層 那如果市中比太高 那你要很快的效率解決 你要跟他講很多規矩跟次數 那你會求你此次 然後第三個 台灣的文化結構 就是要思考台灣人問題 我覺得是民主人 我覺得台灣未來發生什麼問題 所以公民社會是非常核心的一個問題 我們發展出真正的公民社會 可是我們在對抗大陸壓力的時候 我們台灣有自我認同的一個非常核心的問題 那關於文化的問題 其實很好玩 他們到這個年紀 一出國之前 怎麼開始有過程的方 比如表面上沒有碰觸到文化 然後好像也沒有關係 但是當他碰到 譬如說出國去的時候 或碰到外國人的時候 開始就會開始反思 然後碰到跟大陸的關係的時候 也會開始反思 就是說 如果很自然去關心周遭 周遭發生的事情 或者是世界發生的事情 他很自然像鏡子一樣 也會開始反思 我是誰 像我剛才說的 他 或者是剛才的那位去大陸讀書 他最近開始在思考 他作為台灣人是什麼意思 還有 他爸爸是客家人 但是很討厭女男友 然後他是小蛋白要去追根 為什麼都發展出這個現象來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自然的發展過程 但是那個前提是 就是這個人發展成一個individual 一個真正獨立的人 我們常常把individual 跟英文的silipsism 我們這種基地水利的社會 常常把他混淆 一個叫維吾主義 一個叫個人主義 其實個人主義跟公共性 其實是一種辯證的概念 每一個人都先長成獨立的個體 都有自己的角度去看待這個世界 然後他們在公共語義裡面 每一個人都平等 他的意見都同等重要 然後相互說服 然後在那個過程 每一個人對世界 對真實的認識 就更完整更更深入 這樣意義下的individualism 是我們文化裡面還沒有的 也是公民社會要慢慢發展起來的 然後每一個人都當作 一個獨立的人 讓他發展出他獨立的人格 常常我們碰到西方人 例如說歐洲、北歐、濃威或丹麥或芬蘭 你看每一個人都會作為一個厨師 或任何職業的人 我會覺得每一個人對於這個世界 都有自己的想法 而且你看到一個獨立人格的展現 非常有趣 我常常看到vergo有一個節目 他就訪問各個靈異的人 包括一個大聯盟的球員 一個芭蕾舞者 就是各個靈異的人 你會看到的 這個不只是他領域的專業 而是已經誇過他背後那個人 你看過他背 你看到他背後那個人 然後這個人做這個職業 我們現在是每一個人做這個職業 這個職業 然後角色分工 可是你看不到那個人 背後那個人是誰 所以我現在要發展台灣文化 而且公民社會要扎根 然後扎根在這個基礎上 我覺得這個民主教育 相信會更重要 就讓每一個人 真的他的獨特的個性長出來 以後他很自然的去認識社會 認識我是誰 然後共同建構我們未來的文化 然後也給過去的文化 在現代才產生新的意義 因為過去的文化 如果在現代沒辦法產生新的意義 他就死掉了 所以我覺得對於一個 中英發展的一個Revisual 其實很自然的 他會關切他做到的事情 關切這個社會 關切他自己的文化 關切他是捨立的問題 那我想回應的是剛剛提到說 霸凌還有剛剛後面那一位 歌教的老師 他不是社工嗎 所以講到說 他到最後可能要去 要銜接 要怎麼讓他意識到說 邊界這樣子 其實我覺得這兩個問題 是相當類似的 其實我覺得也會要 回到 我們剛剛一直在講的 就是主體對方 當你能 我覺得一開始首先 你必須要先 能夠做到的事情 但是 開始對你自己有些信心 你能認識你自己是一個人 然後 你能對自己的感覺 開始比較 其實這也是蠻吊滾的 其實從小時候 我們覺得對就是對 你會看到一些小朋友 他們在吵架的時候 那他們就是說 那邊就有 然後旁邊那個人就說 他騙人的 然後就會有一個人 那邊就氣到 臉都爆紅了 然後可能到最後會哭 其實我們一開始應該是 對自己所認識到的 碰觸到的東西 經驗到 體會到的東西 應該都是相當的 確信 反正是我們長 越來越大的時候 開始這個東西 慢慢的 慢慢的被 跑掉 可能我們 可能有被否定過 也有可能是 我們發現 有些事情跟 實際上 我們想像的不一樣 可是就像剛剛我說 有點像是那個選擇犬 就是你的眼界還沒有張開來的時候 你認識的相當是 那我覺得 你要從這個東西開始 你要先認識到自己 然後你才能去 真的去認識到 你做得到的人 你認識到 你自己是一個特別的人的時候 我覺得這就是我剛剛 我剛剛在做我介紹的時候 可能是講的 我說我學到兩個東西 我剛剛可能是講到一個 就是第一個是說 相信自己 知道自己是一個獨特的人 第二個 就是認識到我 一個獨特的人 跟其他的人 我們互相的關係 因為 我們要怎麼樣設身處理 其實我覺得 這也會有可能 回到剛剛在講教學的部分 就是說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還是會先 從自己的角度一看 如果 對 我覺得這個 會是一個基礎 就是你會先認識到 每一個人是特殊的 我對一些東西 有些特殊的癖 他講的好像很奇怪 可是好理說就是這樣子 像吃東西好 我喜歡吃重口味的 我 沒辦法接受香菜 這是我獨特的東西 那我要怎麼去 看待其他人 讓我能意識到這個東西 像我每次跟人家說 我最怕的就是蛇跟香菜 然後每次大家聽到香菜的人就說 香菜超好吃的 我就覺得他們講這個都不知道在講 是講給他們自己爽 就是你在怎麼講都不會改變 我不喜歡吃香菜 那當我們開始這樣子去認識到 然後再加上是在一個環境裡面 那個環境基本上 你的聲音是會被聽得到的 那那個環境裡面的話 每一個獨特的人 會有他自己的樣子 又不再那麼被大驚小怪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剛才說的 這些東西就可以慢慢的 怎麼講 其實他會慢慢的消失掉 像異己這個東西 怎麼能意識到自己 因為異己這個 我覺得這是一個相對的問題 那我 這樣有點可能 不知道你們可以給你資料 你可以給你看我的 我的刺青 就是我最近 終於找到一個 日本人的司法師 不如幫我去 都要幫我寫一次 不瘋魔 不成功 這個是 我最喜歡的電影 霸王別姬裡面的一支台青 但是我曾經有一段時間 我也知道 因為可能因為我哥哥有 有被診斷過 其實有心理疾病 就是有幼怒症 然後我在當兵的時候 我也是擔任 欣甫老師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的診斷主任 會把我安排去做那個 可能他知道我診斷過老師 可是完全沒有那個 我覺得那是需要 很多特殊的 其實也有些專業的機器 才比較適合地做 但是我那時候做的 我就是去聽 我就是當作者 我就是去聽他們講話 那我也會常常在想 因為這些事情 我對於就是 可能說精神關門症 或者是精神病院 或者是一些這種病症 我會覺得 我會蠻有興趣 去接觸到一些 那我 因為我知道說 其實最早的時候 一開始的時候 那個 有關精神的百科全書 人家百科全書很怪怪 就是有點像他的字典 什麼症 那本書還那麼多 才過了不到五年 還是六年 那本書就變得那麼厚 假設我們現在去看那本書的話 我們可能每一個人 都會在裡面找到 兩個病 所以我們自己也覺得 那我就是 我就會去想一些 有了沒的事情 就是好比說是誰去規定 誰是正常的 誰是不正常的 這是不是其實 是一個惡人 相對的東西 那我們這些東西 要怎麼樣 我覺得到最後 你還是必須要先從自己開始 就是說你先認識到自己 是一個鼓勵的 你會有感覺 那別人應該也會有感覺 那我們在跟社會去銜接的時候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你首先你要先知道說你自己是 你是誰 那你在這個社會裡面 你會 要好聽一點 你希望他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 你要怎麼樣去跟這個社會互分 我們這些都必須要繼續相聊 我覺得當我們開始會 會有一些侵犯他人的事情 發生的時候 基本上 想安聽一點 對 就直接講 我們基本上就沒有把那些人 當作人來看 才會這樣子 那我覺得當作人來看可能 過火了一點 但是我覺得那就是 我們不是在一個平等的位置 還是什麼 對 為什麼 互相尊重 為什麼彼此理解 為什麼他會需要實在一個平等的 一個平台或空間 或是一個社會上的能力發生 為什麼我們要去聽到他們的聲音 我覺得這其實很多是來自於就是 這樣講很難 我很討厭那種 就簡短一個字一個句子就打掉這個問題 就是 你希望會怎麼對待 我覺得可能會從這邊開始 所以上學學什麼 我覺得在全人學的兩個東西 第一個 就我在那邊確切的認識到說 我自己是一個 獨立的個體 這 在我成長的經驗之中 我也不斷的有好幾次去懷疑這些東西 因為我 假設太皮了 被人應該認為是 就是典型的壞學生 但是你剛剛有爆一些料 你不進客棠 我只很小就抽煙 惡作劇 其實我也有 有 我會覺得是惡作劇 對人家惡作劇 但是人家不那麼認為 那就是霸的 我也有這樣的經驗 那 即使是 我在學校闖那麼多禍 那 我常常被這樣的 被用衛生眼看 我到時間久了以後 我其實我自己也會覺得 我們自己是一個 不大好的 那 可能就會開始 比較丟 所以我就放鬆 反正我覺得是爛 或者是壞 但是 我覺得運氣比較好 是 當我在這個學校 我的經驗是說 有一段時間我突然意識到說 其實 即使我是那樣子 認為我自己是 是那樣的人 可是我 我還是很白目 我有話還是就直接講 那我慢慢的才意識到 其實我不管講什麼東西 都會有人 坐在那邊好好把我畫屏 那我覺得 當我意識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才 我才開始 重新又回 回來認識 把我自己當一個 一個個體能看 開始練習尊重自己 那彼此的尊重 我覺得這是從我開始 那我覺得從這邊開始 你們會開始認識到說 你們跟人 跟大家互相的關係 因為在 我覺得在學校裡面 其實不只是在我們這種 去處的學校 我覺得其實在一般的學校也是 我們就是在課堂裡面 去認識 整個跟人之分 你們就是在那些地方交朋友 當然家裡也是 那 我 其實我對台中沒有那麼熟 但是我在台北看到 我覺得這個問題 會越來越嚴重 因為 我看到的是 我 像是 平常週間的時候 我在下午 禮拜一 我就固定還是會去 漫畫店看保護上面 對 沒錯 我30 快32歲 我還是固定會看保護上面 可是我最近才 也不是最近 就是我這一兩年 我就發現 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說 我去漫畫店裡面 沒有看到學生 看到都是我這個年紀的人 才看到的 我對這個東西感到非常的 驚訝 我發現的時候 我才嚇一跳 然後我走出來以後 我才發現在街上 我也沒有看到什麼 陳群街道 或是兩兩三三的那種 小朋友 就在外面 晃蕩 晃蕩的 不大 就是在外面 趴趴走這樣子 玩 或是下課 那我後來 才意識到說 他們有安清班 或是他們可能 現在就是 父母送上下學 那他在學校 我跟班上 交了一個朋友 可是我下課 去安清班 可能就不是跟他們 在一起 那我覺得這種 人跟人的 互動的練習 會越來越 越學 那 我覺得 再回到霸凌的事情 我還是想要舉這個 因為我以前 真的 真的要說的話 我就是假孩子 那個東西在 我們學校 也是會發現 但是我覺得很大的原因 是來自於 像大學生 他背後是永遠 這個學生 他不是代理自己的東西 那 當他時間久了以後 他慢慢開始練習 因為學校很多的制度 像我們剛剛 一直有提到自治會 不知道你們 現在到底 對自治會 認知的概念是什麼 那我們學校 也是有校規了 校規就是從自治會 已經定出來 那 怎麼定出來 就是 假設我們就是 我們學校的所有人 就在這裡 這校規就是我們 我們一起討論 所以 與其說校規 還不如說是一種生活公約 所以 那 這個就是建立在彼此的中間 這樣 但是這個 都是會需要過程 或許 教育就是 每一回事 那 我就先 講到這邊 謝謝 站起來了 好 那 我 其實我不正 我直接講 應該還聽得到 好 就是剛剛講那麼多 那 其實今天會主要在這邊 因為其實 像我剛才也說了 就是我基本上 其實是想要玩音樂的 我也不大想在這邊 浪費大家的時間 我會不覺得 我講的話 被占用到你們 太多寶貴的時間 但是我就只講 就是 我在去年 在納西蘭 爭取到一個 叫做 亞太地區民主教育委 那 這個就是剛剛發的那個 哲夜裡面的 音樂的活動 那這個活動在做什麼呢 我們是一個七天的活動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是一個 共學的音樂季 因為我們剛剛說 那樣子的 教學上課的方式 我們會邀請到 就像一般的 談教育 可能你說談教育 然後是 年會 開會 就做到 我們來談教育 感覺很嚴肅這樣 可是不是 也想到這樣 這個 這麼白目的校長 這樣講太直接了 就是我們 學校 會有 全世界大概會有 至少會有八個 八個國家的師生 他們會一起來到 台灣 來到全人中學 我們是 今年會辦在全國 因為我們有 全人是技術學校 我們有 稅的空間 有足夠的空間 去融他 那在那個地方 我們希望的就是 可以讓大家可以 直接的去感受到說 我們怎麼叫做 沒有頭銜 沒有階級 那 怎麼樣叫做 我們說這個自由 以及尊重的氛圍 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那 我剛剛自己也提問到說 什麼是自由 我們就是希望說 在這個活動裡面 可以讓大家可以 就是以共學的方式 來去參與到 體會到這一些 那 其實很多的資料 會在網路上 在Facebook上面都會有 所以我也不贊助大家的時間 去講太多 但是我要跟大家說的是 我們現在在 有一個 因為我們最近 這個宣傳的活動 就是我實際 會到現場的活動 會還蠻多的 那我們就是決定說 在現場的時候 我們會開放團體的報名 那就是配合 有一些特殊的 就是現場的證扣 這個可能 你在責業的最後面 你可以看到 那 要找團體 我們也認知到 這其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可能大家就害羞了 沒有朋友 沒有關係 就是 只要在現場 你只要能兜到人 直接跟我來簽這個單子的話 我們就算是團體 所以你可以直接救他 好啊 那 我是小周 我是大雄 我是電器 還有小奶 還有這個 好伴 也謝謝大家 好 我給指揮一下 我最後講 小舉例的話 那我剛才 我想一個故事 有一個學生從台北來鼓的 然後他剛來第一個學期 他上課可能可以作文班 然後他寫作文 他覺得很合理 就貼在那個 貼在報告檔 然後裡面有一句話 我記得他說 屁股說 貝多芬的弦業四重做 哒哒哒哒哒哒哒 怎麼樣 那他覺得很合理 然後我就問他說 你有聽過貝多芬的弦業四重做嗎 他說沒有 我說OK 好 這是第一個問題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 數學 有一個學生數學程度很好 然後他哪有問題 然後我發覺 大家沒有意識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 有一個題目 如果你是從 完全沒有碰過的題目 你可能要想三個小時 但是提醒 如果你做過 你可能十分鐘 二十分鐘就做出來了 然後 我要說的是 整個結構是一個作弊的文化 從小 讓小孩講 不是自己真正想到自己真正感受到的東西 然後考試的時候 你必須一先練習很多難題 而不是你自己想出來的 其實這是一種作弊的文化 它不是展示你這個小孩真正的能力 而且你在學習過程裡面 讓小孩很多的空間 因為他喜歡做這個題目 他可能花三天的時間 一個禮拜都在解這個題目 那樣子才是真正在探索 真正在思考 可是他不斷的練習 然後教他作文 也是這樣子教 教他那個形式 然後因為我背很多東西 但是跟他的感受 他的思考是脫節的 我覺得這是現在教育 真正最大的問題 我們怎麼把這個教育 扭回來變成人的教育 這是我們大家不去共同能力的 謝謝 今天非常謝謝小鐘還有大熊來到現場 然後我想要就是簡單的 簡短的結束的話 如果是以學習者為主體的自由教育的話 基本上兩位都已經有說到說 我們應當使人成為一個完整的人 那至於如何使人成為一個完整的人 除了讓他有充分發展 讓他掌握所有的權力之後 他在人跟人的權力之間互相的對抗裡頭 知道如何可以跟其他人進行互相的接受 我並不會說那個是妥協 就是他知道了說彼此跟對方的界線 還有另外一個很重要就是 我們的課堂裡頭太多是是非體跟選擇體 可是其實在是非對錯黑白之間 有一大片是其實是混沌的狀態 那我們應該要如何從那個混沌的狀態裡頭 去投射對他者的想像 比方說外籍移工 也許我們的膚色不同 也許我們的生活不同 但是有一個是同的 那就是我們同樣身為一個人所擁有的權力 然後或者是剛剛有社工有提到說 小孩然後在權力的節制之中等等 可是有很多大人長到很大了 他的權力也不知道節制啊 所以在那個說 與其說是小孩或大人 我覺得我們都要試著去想像 就是其他人會有什麼樣的狀況 而那個狀況是可以怎麼樣去解決的 無論他是大人或小孩都有一個能力 因為我很快說就是在我自學堂 我教到一個小自學堂 我們討論到那個冰雪奇緣 然後你們是不是想說是公主啊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討論到是為什麼漢斯王子會想要去害死 就是害死兩個公主呢 那於是討論到他有 因為他想當國王 可是他是他們王國裡頭排名最小的 沒有權力 因為他想要權力 所以他才會要去害公主 那我們追究到這個時候呢 有一個還沒有 今年才要上一年級的小朋友就說 那我真希望可以有人可以好好的聽他 如果有人可以好好的聽他的話 也許他就不會這麼做了 那跟他也是要為他自己負責 所以他必須要被關 然後所以有另外一個就是我公主他就說 那那麼被關之後 我希望他們可以一人有一間房間 讓他們呢 我說為什麼要對犯罪怎麼那麼好 就說這樣子 讓他跟我們一般人一樣啊 然後好好對他們 也許他們是不知道要就是怎麼好 因為他們不曾好好被對待 所以他們也不知道怎麼對待別人 那如果我們可以再把他們關進監獄裡頭 好好對待他們的話 那他們也要出來 也許就不會再對別人很壞了 那個是六歲跟十歲的小孩說的 所以我覺得那個所謂人的能力 不見得是要幾到幾歲 然後突然被培養出來 而是要從他很小的時候 給他很多的空間 願意跟他向人跟人 互相彼此的探討 然後互相的討論 一起去追尋就是 不要說一起追尋吧 應該說一起都來當學習者 那至於如果是全全人所主辦的那個 EPIDAC的活動 再麻煩大家再看折頁 或是網路上 然後容我很快的再預告 預告 因為下禮拜的折五 就回到想想 然後我們請到另外一位獨立教育工作者 就是盧俊逸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就是作為獨立教育工作者 他的教育想像跟社會實踐是什麼 然後這一次還真的非常謝謝大家 因為超過十點來 這麼熱烈 如果各位對就是大雄或者是小舟 都還有更多的疑問的話 等一下結束會後可以再找他們 然後離開的時候如果你的比錢很重 麻煩你們我們的易住鄉 就是再一次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 謝謝 大家可以輕鬆一點 大家可以幫忙收一下影子嗎 不好意思 謝謝